嘿士的我喜德拉 今天來玩江炳人之塔 現在來到三萬四千戰力 可以挑戰這個四階打排名榜的喔 可以有排名榜的這個蘇伯與柯恩喔 那我們這邊來實戰講解開箱給各位吧 真的還蠻好玩的喔 可以邀請四個隊友 那我這場四個隊友是邀請我的群友一起來打 然後戰力都普普通通 一個兩萬八 一個小課長四萬 應該說大課長 大乾爹四萬 還有一個那個韓國路人 兩萬多戰力 也是兩萬八戰力 剛剛有幾個邊緣 然後我們這樣就可以打贏了 好 波波波 我們出發 選賞的新人 鮑勃 強制跳過 我們這邊直接開戰 四階的鮑勃啊 其實真的還比這個三尖男非常的多 只要你戰力剛達標 沒辦法越戰的話 其實打起來還蠻有挑戰性的 你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他的動作鮑勃變得非常多 那比較特別注意他有這兩個小龍選風 會把你撞開跟彈開 那他這個龍選風是有傷害的 雖然說不高 但是還是會痛 那如果這個我是覺得 未來你們可以組個親友團 至少一個輔助啊 會有比較好打許多 我們這邊已經翻船了好多次 終於把入玩無場 花了快一個小時喔 平均一場四分鐘 那你看看我們失敗了多少 那一樣他這邊會有一個 這個殺鋪送葬喔 直接拍起來 一樣我們這邊這個狙擊槍是非常的痛 有沒有看到這個鮑勃的動作變得非常多 一直敲一直敲 完全不給你喘息的機會啊 那這邊打法其實跟一二三接著差不多 就是 你只是看會發現這邊動作變得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呢 一樣我們的打法是 沒有什麼改變的 就是用那個躲拉他的對面對角線 然後讓他們用狙擊槍射 你看我們這邊有一個人往狙擊槍 他這邊砰 然後那個防護罩這樣子讓他去打 這樣就行了 主要是說在最後階段的時候動作是會比較多的 然後你要一直不斷的閃龍捲風 所以我們的大招變得非常的重要喔 大招的話 有這個無敵針啦 什麼叫無敵針 放下去以後 不會有任何傷害 而且這個無敵針的效果其實有大槍長達三到五秒 所以你真的躲不掉的時候 我們就會嘗試使用大招進行閃躲 這樣是比較好的喔 你看看這個多多多 我們這邊其實失誤的非常多啊 因為我只有這一場 我走路這一場 你看到我們這邊其實已經打得 喔 狗嚴殘喘了 已經被這個 喔 超級星的王 爆 火 虐成那個小小小小狗狗啦 不是小狗狗啦 餅乾都要被壓碎啦 然後這邊已經來到了時間 來到了剩下倒數兩分鐘 我們還有半條鞋 所以他們這個防護罩模式 狙擊槍模式他們會有兩次 喔 所以我們這邊一樣喔 依然的閃躲 那我們這邊其實我們已經失誤太多了 我們改成全城貫注 不然真的會要翻船 好 扭 扭 扭 那2P是我啊 現在才講喔 2P綠色的血就是我自己操縱本 那這一次是使用電腦版來玩這個遊戲 喔 其實手機還不錯 但是手機真的很燙 喔 我們翻船好幾次 我生氣直接用電腦來玩 喔 然後呢 然後這邊開始了第二段現在爆炸了 然後這時候的動作喔 會一直一直不斷的給你送紗布送帳 紗布送帳 後我想起那個火影忍者的我愛羅 啊 不知道現在的小朋友有沒有看過我愛羅 知道我愛羅的在下方留言區打加1 好 衝擊 你看 這邊的這個鮑勃會多了一個那個衝擊撞擊的攻擊 其實是還蠻強的 好 一下 喔 我這邊直接開啟無敵針 直接把他收掉 好 我們最後就是狗人村全城的灌注把他收了 那這個模式啊 是有排名的喔 是這個限時賽 你越前面的話 那個結算獎勵就是可有可無啦 其實也不用去凹那個獎勵 打完了 其實感覺下來看起來是 我是覺得還蠻刺激的 自己打起來也蠻刺激的 你剛到這個戰力的時候 如果沒有大腦袋 是很容易翻船的喔 但是我覺得體驗還不錯喔 就是至少喔 讓我覺得薑餅人之塔是很有挑戰性 很有潛力的 然後拿這個公測做的第一隻王的話 我是非常滿意的喔 3分04秒 這個初體驗突破 我是CG喜樂 我們下次見 掰掰